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初学者的视觉角度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上这个书干利胆弓网课的一点身心感受 我简称一下 把这个书干利胆弓简称阳关公吧 阳关公的背景音乐呢 听着非常的舒心悦耳 听了 听多了 感觉这个是如沐春风 只能起到苏干的作用 通过这个学习呢 就像上次Cassie还有那个新颖说的 学习了很多学位 还有经脉 我就不再次不一一多说了 重复了 俗话说呢 外行看热闹 内行看门道 养肝工有很多细节值得提起 我在看热闹的基础上呢 说几点 作为初学者常犯的错误 这些都是在网课上有老师提醒 和资深工有指出的 比如说是第一是金融土著 看似简单 其实呢 对初学者很容易做错 因为呢 首先是必须沉跨 如果你是出左脚的话 右脚这边腿要沉跨先 然后呢 出左脚 脚尖先点地 然后呢 你把右脚归到左脚这边呢 你这个重心还是不变的 因为还是在沉跨过程中 所以呢 重心要平移 平移以后呢 等你右脚并到左脚以后呢 你这个身体呢 重心才往上移 就是才能站直了 所以呢 这个很容易犯错误 刚开始做就犯这个错误了 但是我感受到上网课这段时间 每次练完以后呢 这个大腿肌肉啊 还有这个疼部肌肉都比较酸 就发现这个肌肉这方面比较加强了 然后因为是lock down了 也不怎么出去 所以经常上下楼 感觉特别轻便 然后呢 我想总结一下 那就是说这个养肝宫的其他工事呢 也设计到很多的这个 就是重心的平移 比如说是 第六式的沧海飞龙 还有第八式的西西归根 还有呢 还有第二式的青龙探爪 都是以这个就是说 一个脚并到另外一脚 但是你重心呢是 因为已经是沉跨的 重心是要下的 需要平行移过去 并脚了以后呢 站直了 然后重心才回归到以前的这个地方 然后呢 我还想讲一下 就是说再总结一下这个呢 就是说这个所讲到的这些公式里面呢 有四个公式 涉及到这个手臂的内旋和外旋 这样子 先是伸出去的时候 先是这个内旋 然后呢再外旋 内旋外旋特别多 第一就比如说第一是金龙土株 第二是青龙探爪 第六是昌海飞龙 第八是的西西归根 都属于这方面的内旋和外旋 我还在 再指出 我又发现错误再次 在第二式的青龙探爪时候 我在拍打我的风 嗜血的时候呢 就说上半身就 就很不由自的就往前倾了 往前倾了以后呢 就是这个是 就是说首先这个体型 就是就不太好看了 然后呢 再就是说 还有就是说 公有指出你这个气就不顺了 就走的就不顺 你往前倾了嘛 所以呢 我经常要提醒我自己的身体是 要中正 然后呢 拍击的时候呢 一定要 一定要这个 就是腰要放松 要这个臀部呢 就是要收紧 收紧 头部肌肉要收紧 然后再这样 再拍打下去 然后呢 同样的第六是昌海飞龙 拍打阴包穴的时候 也是同样的 就是要提醒自己身体要中正 然后呢 但 我的感受是在 每次就是拍打我这个 就是特别是我拍打风势去的时候 我能够感受到这个 就是说拍打完感受到这个 一停 亦有一个停的感受到这个冲击啊 就是说这个冲击这个经脉这块 所以我觉得这个多拍打 拍打是这样好事 还有就是 我再犯了一个错误 就是说 刚刚就是上 刚 就是上周 有一个资深的工友给我指出了 在第四次的这个 磨焰点水的时候 启示的时候 这个 这个 赫骨 赫骨是 按摩制这个 脏门血 就是说是这样子按摩到脏门血 然后有个反转 再往下按摩这个胃经 胆经和膀胱经 我做错了 我是这样子的 然后再往下 就做错了 所以说 我想提醒一下 没练过这个 以后要练这个养肝功能 要注意这些 这点 然后呢 还有一个就是说 还有我想提到 有一个就是第七式的 有一个棚举 祸身 祸身就是说 祸身就是要 剩的这个 这个颈椎啊 也就是说 就是一条肚脉 颈椎这边 这个就是后面 一条肚脉 这样这样这样 这样转 这样转呢 我刚开始就是说 没有 没有明白 我刚开始就是 觉得这个 一定要把手伸出去 但是呢 这个有工友跟我指出 这个 不是你要 手先伸出去 而是要通过 你这个腰啊 这个这样 腰把它这样子 就通过腰的力量 一转 我们这个手 就带出去了 就有这股气 而得带出去了 然后是 是这样 这样一回事 然后呢 我要练了几灰 手上雾出来 就是要腰带 手臂 以腰带臂 就明显就感觉 这个养肝功 是用通过这个 左 就是这样 就像左旋 右转 来达到这个 这个疏肝力感 的这个功效 我还想就是说 这个养肝功 还有一些细节 就是说 比如说是 眼睛也是要参与进来 比如眼睛就是说 所谓就是 肝是主眼的 肝是主眼的 就好有 有好多 有好几个公式 都要求这个眼睛啊 特别是 眼睛是要往手 伸出的方向看 比如说你这个 就是说 比如说是 第一是 第二是 第六是 第八是 手伸出去的时候 你手 这个手先伸出去 你的手就要 你这个眼睛就要看 这个手伸出去 再先内旋 然后再外旋 然后眼睛再回归 过来 还有一点就是说 还有我想讲 就是说 还有一点就是 眼睛就是说 要跟随手的这个动作 比如说第五式的 腐聚春山 就是站着 这样坐的时候呢 是 这个拳头 是放在这个腰间 先要是 眼睛先要往左边看 然后呢 从这个 右手 从那大椎穴 这个不是大椎穴 弹中穴这样 过来的时候呢 这个眼睛就要 从 跟着这个手 这样出去了 出去了 然后这个手呢 回 往回斜 回方 后面收的时候呢 这眼睛要跟随这个手 再这样往上 到位了以后 眼睛再往回看 这样的一做呢 就是说 整个这个姿色 整个人就看上去 比较有生气了 就是说 不会说是 眼大无光 就是很有神 做出来 特别有神 就是我 我觉得这 就是说 这个刘老师提出 要眼睛 要看着 然后呢 我想最后 总结一下 就是说 作为初学者呢 我是 我是想法 就是先要做到 这个形式 再追求神式 我和工友们 一起练的时候呢 就是收益特别多 以上这些错误呢 都是我课中 就上课的时候 还有呢 课后练习的时候 有刘老师和那些 资深工友们 给我指出来的 我还有发现 就是说 你经常有时候 对着这个 对着镜子啊 或者对着你这个 就是说 对着你这个摄像头啊 自己这样 对着这样看 也能发现 就是说 不少问题 比如说知识啊 或者动作快慢啊 这样子 就是说 还有呢 还有我发现 作为初学者 就是说 练起工来 我不像 练了很久 就是有气的这种感觉 我还没有达到 有气的这种感觉 就是说 我练起来 有时候想在做操 做广播体操那种 所以呢 我还要经常提醒自己 就是说 周围呢 是一团和气 心中要有意念 特别是 启示的时候 就是说 劳工对劳工 然后这个手放在下单田 说要 要想象这个掌心 在往下面输气 然后在做不同公式的时候呢 手有时在拖气 然后有时在收拢 这个收下这样紧 在收拢这个气往上走 然后往手往下的时候呢 就要慢慢的往下 好几次这个 有功有提醒 我说手了 往下 不要这么快 感觉应该这是有气的嘛 所以是叫慢慢的往下走 然后目前这个气息的方面 一夫一息 还有在更准确的这个融露 叫这个整个公式 以达到这个神式的效果 所以呢 我还有一段很长的路摇 我感受就是说 只要把公式做准确和熟练后呢 才能做到随到渠成 而幸运的时候呢 是呢 我通过平时群练 观看各种公式 比如今天晚上这些 发现公式方面 有不少其实是类似的 就是说 练多了就会有 练多了就会有一种 畜类旁通的效果 在练别的这个公式呢 就会达到 就是最终会 最终会达到一种 融会贯通的境界 所以呢 我想就是说 借助刘老师指点 和乐心工友的真诚方式 和相互务力 我有信心可以练到更好 更有更大的提高 以上是我的回顾 有不足之处呢 还请刘老师和工友们指出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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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sa的分享 其实真是的 我们呢 要练功 始终最后 最重要就是 自己的体验 就是慢慢来的 基于气的感觉 就是 也是慢慢来的 我觉得 我们一手 什么社会啊 会有帮助的 可是 仍然是我们 一手的时候 也不可以 硬 手 就是 意念要轻轻的 意念要轻轻的 意念要轻的 太重的就是 因为 我觉得 练功 跟 人生是一样的 我们人生 做事 要目标 要目的 可是 我们 也不可以 一定 做什么 也是说 我一定要 达到 我要的目的 我们 做什么 事 过程中 也要 有一个 开放的心 去看看 有没有 其他的意思 可能 我们要 达到 达到 目的 可能 不一定 是最好的 可能 我们在寻求 追求 我们目的 其中 我们会发现 一些 别的 东西 最后 也可以 带到 我们 去 我们的 目标 可是 不一定 是一条 直 路 我觉得 所以 我觉得 很有 希望去的 我们是 需要 弯区的 有时候 是 需要 弯区 因为 我们 我们就是 不是 那么 完美 完穿 我们有 不明白 的地方 像 Lisa 说 有时候 就感受 感受不到了 所以 你就是 就是说 你要有个 轻轻的 意念 可是 要有 允许 其他的 事情 发生 我觉得 所以 练功的时候 你会有 有时候 会有 意想不到 情况 出现的 所以 就是 我就觉得 就像 人生一样 就是 有 目标 可是 也要 开放 就是 我的 小小的 分析 你的心得 体会 我的 心得 体会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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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 分享 有没有 其他朋友 有 其他 分享 我来说两句 理想同学 是我邀请来 做 那个 工钱 乐生 的 展示活动 当时 我本来想 应该是 蛮简单的 两分钟 但是 确实 因为 我邀请了 三个 都是 新手 我想 这个 工钱 乐生 是 所有 工法 里面 最简单的 但是 后来 他们看到 我把 那个动作 连起来 以后 跟着音乐 我展示了 一个 第一个版本 第一个 初稿的时候 已经有两个人 吓跑了 然后 Lisa同学 真的是 非常欣赏 她 还堅持了 下来 然后呢 完了 我因为 那个群里面 我们还有 Tracy 跟 Cathy 两个 真的是 真的是 前辈的 一起 就是 非常的 尽心的 帮我 一起来 指导 所以我们 也算是 很快乐 很艰难 很快乐的 就坚持下来 最后的效果 还是不错 而且 Lisa同学 我在 那个 一段时间里面 我发现 她就是 进步 非常大 然后 今天晚上 让我更 surprise 她的理解 她对这一次 养当空的 上头 她真的是 花了心思 做了深入的 那个 就是不光 关系动作上面 自我检讨 这个方面 真的做得非常好 是值得 非常值得 我学习的 但是呢 就像刚才 那个 Lisa说的 就是说 Be flexible 不要对自己 太苛求了 因为每个人的 身体素质 是不同的 所以 不一定说 一定要 完完整整 100% 一定要在 某一天 我就能够 比如说 学完几周 我就能够做到 有的人 他可能 就是说 他之前有基础 身体条件 也比较好 或者有 这种 相关的知识 然后他可能 就是像 Cathy Tracy 这种 对他们来讲 就是非常轻松 但是对我来讲的话 我的challenge 就是我非常忙 然后呢 当我尽力去 我就觉得 我自己尽力去做 就好了 跟自己比 所以我真的 非常的surprise Lisa真的进步 非常非常大 这是值得我们 学习 而且我非常高兴 就是说 看到Lisa 这么大的进步 我也是 非常非常开心的 就是说 这个是一个缘分 能够搬到人 我自己 非常很开心 就是这样 今天就讲过 谢谢 谢谢 谢谢Sophia的分享 我也是觉得 Lisa也应该是 你自己也说 是比较新 来练功的 其实我在看你们 公医 一个群 一群恋人的时候 也是看到朋友 有些朋友们 对刚才Lisa说的 乘化这个问题 有一些 没有造得很好的 我刚才很开心 听到Lisa学了那么多 因为这个是很重要的 就是 我相信你 很快很快会有 每一次会有 不同的感觉 因为乘化真是很重要 很重要的 是是是 非常 所以 对对对 是 平常我们不会做的 平常走路 不会这么做的 可是 这个 就是我 像我上一次说 我在第一诗 我在练第一诗时候 我喜欢练第一诗 因为第一诗就是 其实练开 因为我觉得 开步很重要 其实练开步 就是练你 成框 和刚才Lisa 说的一句 怎么从中心右移 左移 就是 这样的 我们每天 永远都可以 把这个成框 把这个重心 左右移动 做得 做得更好的 所以练习是永远不停的 进步是永远不停的 所以很开心 真的很开心 听到Lisa 体会那么多 谢谢 真的 还有没有其他朋友的体会 其他分享 我可以说两句 Lisa真是很棒 我第一次参加这个工钱热身小组练习的时候 第一次见到Lisa 她对这个导引养生工真的是一点都不熟悉 然后真是什么都是新的 她就那么练 然后你们看到那个工艺活动 那个一周年的那个庆祝活动 然后我们小组整体还是很整齐的 录像还是看起来挺好的 所以我觉得Lisa特别棒 因为那么短的时间内做得那么好 然后今天晚上的分享 我觉得她说的也特别好 很多试节都说到了 证明她在练功的时候是很用心的 刚才Lisa说的那个一手不要手得太太太就是太实了 那种感觉是吧 那就是似手非手的那种感觉 她说轻轻的就是像手又是不手 就是不要手得太实的那种感觉 就是虚虚的虚 然后是活的虚灵活的那种 应该是这个意思吧 是不是Lisa 我就说到这里 是一样的 是像Tracy说的一样的 就是因为我自己练功的过程中 就是我感觉过很多意想不到的气感的 我没有手那里 可是很特别 不知什么时候随时会来的 就是所以手是要手 可是就是要像Tracy说的比较好 可能是似手非手 又要手又要允许其他的事情发生 就是像人生一样了 有目标 可是不要死 吸引一个目标 也要看看有没有其他的提示 可能提醒我们 可能有其他的事还要做 就是我的体验 我再补充一下 听了Lisa这样说 其实像刘老师说 我们把动作做对了 然后坚持练时很重要 一直有功 只要我们动作做对了 那个直累起来 特别我参加了成练之后 我就有一段时间 就是从成练开启 去年冬至开始 我是天天早上 早上连续没有断过练 然后我觉得这个效果特别好 坚持不断练 这个效果是特别好的 然后我现在练起来 我就不是那这里有气感 那里有气感 我觉得以前 我也曾经有过这样的感觉 那是一种怎么说呢 捕风捉影的感觉 当你练到那个气 是一个整体的时候 是整体是一团合气 就是很平衡协调 一个整体的气 那才是很舒服的 暖融融的 我相信坚持练下去 每个人都会 越来越有好的感觉 我补充就到这里 对啊 Tracy说的很对的 就是你 那个整体 算我自己的感觉 就是 这一两个月来 我就是 应该就是这半年来了 就是 多了一些 就是很简单的 就是成果 才开步的 我觉得 越来越发现 自己的动作 感觉就是一个 elastic 好像我的 你们还 如果有听过我们的 我的 我以前有一个 我气感的分享 如果大家有听过 就是 的话 就是我要 一个图片 就是 人的 精末 就像一个 软技架 软的 结构 在里面 就像一个 Spider-Man 一个技术人的 很多很多网络 在我们体内的 我觉得当你 用心一点去练 那个开步啊 那个 呈夸的 那些动作 那些要求 我越来越觉得 就是那个网络 整个人 就是网络 就是 我觉得连在一起的 很好玩的 我觉得 感觉就是 我开步的时候 好像 我的手跟脚 也是好像 有个丝 连在一起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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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 有弹性的 一点感觉 越来越强了 所以 就是 我没有 特 总之 我就是 最近 几个月 就是特别 练 特别留意 我自己开步 收脚 开脚的 的动作 我们大家 可以留意 再试试 再体会一下 我觉得 我觉得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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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肠 这个 百慧 上灵的感觉 这个提心的感觉 是很 就是像 Tracy说 练得越多 练得越 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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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得越到位 就是 你的气感 会越强 可是 不越 追求太多 会慢慢来的 每个人的气感 不一样的 可是当你有这个感觉 很开心的 还有没有其他朋友分享 那我来说一下吧 就是 我觉得 Risa刚才讲的 挺对的 我也是最近 一段时间 我感觉到 就是这个 开步 跟收脚 是 很重要的 而且 在所有的工法 也实际上 对 也就是 你要是 这个掌握了以后 就像她说的样子 是有那种 弹性的 感觉的 因为 因为 你实际上的时候 你每个开步 和收脚的时候 你都是要 有沉跨下 然后 你整个 这个 就好像 这个动作的 这一个 sircle就完整 你出去的时候 是沉跨的 然后你 回来的时候 也是 也是沉跨了以后 再把脚收回来 然后人再起来 而且像Risa讲的 是有那种弹性 然后你 感觉也很好 其实就是 外人来看起来 这个姿势 也很美 就不是那种 硬邦邦的 直来直去的那种 另外呢 就是今天那个 Lisa讲的挺好的 我跟Lisa也是 在上次就是 周年庆晚会的 那个工艺练功活动里面 然后参加了这个 Sofia组织的 这个工权热身组吧 然后第一次跟Lisa 跟Lisa认识的 但是 那个 确实就是Lisa 原来是没有接触过 这个 找营养生工的 但是呢 她很认真 而且很好学 然后跟上次的这个 中年庆那个活动以后 然后Lisa又很感兴趣 然后就跟着就参加了这个 养肝功的这个学习 然后我觉得她 在这一段时间 她进步很快 然后现在 我们像我们上次 练习那天 上次星期天 练习的那天 就明显感觉到 她现在进步很快的 有些动作做得 非常的标准 那你就没想到 她是一个 以前都没有接触过 就是等于完整的学习 这一步就是从养肝功开始 但是她就是 她像她今天分享的 她很认真 而且她很有心得 体会对每一事 每一事 而且 Lisa她就是非常善于 这个吸取别人的 这个给她提的建议 什么的 她很虚心的 然后也领悟的很快 所以我想呢 Lisa如果爱得这样 发展下去的话 她肯定能够在这个 导音养生的这个路上 会越走越远 越走越好的 那我就讲这么多吧 另外我还再补充一句 就是说 这样那个动作 要想做得到位的时候 大家要最好能够学习到一些中医的这个 尤其是穴位和静脉理论这一部分 然后呢 你这样在很多东西 你都是在这种理解的基础上 然后你有基础 这样不是完全靠死记硬背 这样可能学起来也比较的轻松 然后呢 你也容易做得到位 而且你的这个 就是功效 能够很快的就能够体会出来 实际上你就 就像你讲 那个刚才 微赛也讲 我们不是去 单纯你去追求这个气感 实际上你这个气感是 你如果动作做得到位 然后你 它自然而然的 它就慢慢的就会做来 就像刚才Tracy说的 如果要是坚持去做 然后你都尽量 每次都把动作做得到位 你过一段时间 你自己就能感觉到 你一做的时候 你一上手 这个气感就会来 你像我们晚上 晚练是四套 早上是三套 那我都基本上都尽量 我现在就感觉到 不管你是什么状态 你进来了以后 但是你只要是做了 一套做下来以后 你基本上的气感就出来 基本上气感就出来 甚至有的时候更快一点 所以你 那时候你就 气血都很畅通了 你做到第二套了以后 你就全身就会发热 温暖的 这个就是坚持 就像刚才Tracy说 坚持下去的时候 每个人都会有一个 很好的效果 我就讲这么多吧 谢谢Cathy的分享 还有没有其他朋友呢 Risa 我简单说两句 Lisa呢是 之前我对她真的不太熟悉 也就是在我们那个泰军一周年 那个晚会的时候 那个时候还不太熟悉 就只知道 不知道她的名字 然后和那个Sophie 是在一起练那个工钱热身 后来呢是因为我们在一起 学习了那个树干力胆功之后 然后才慢慢的认识了解她了 尤其是我们在那个就是 公后呢就是我们有那个 大家一起组织来练习 留意于时间练习的时候 每次呢就是说 反正我参加的时候 我都能看到她在 而且呢就是也不迟到 非常的积极主动的 愿意去参加 就她的学习态度 非常非常的认真 然后她特别注重动作的 那个精准和细节 这是一个非常棒的优点 然后还有就是对于 她是一个初学者 对每一次每一个动作的理解 和领悟非常的就是 到位深刻 特别特别棒 就是说 对于我来说 我的感觉 我说我都没有体会到 那么那么深 而且我学的时间 比她久很多 她是一个初学者 能领悟到这么深 真的就是很难得 也是我学习的一个榜样 我就说这些 好谢谢丽莎分享 谢谢心仪 谢谢心仪 不客气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很棒 现在大部分在这儿的人都 很用功坚持练习 总之 我们坚持 我们动作做到大位 好像 像一次有提过 我在群里 发过 嘉明娜老师 说了 无论 不管你相信 或者不相信 你感觉到 或者是不感觉到 效果一定是有的 如果 就是最主要 最主要就是你动作 要做得到位 就是练习 所以 什么感觉不是最重要 就是练习就是最重要 练习 啊 啊 嗯 准确 准确 准 到位 这是最重要 还有没有其他分享 没有的话 现在期间已经很晚了 所以希望大家坚持练功 我们明天再见 好吗 大家晚安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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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主持 辛苦了 晚安 谢谢大家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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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各位 晚安 谢谢你们的分享 谢谢 谢谢Barbara 对真的太有 真的要谢谢 谢谢Lisa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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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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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